这是一个灵气复苏的时代 在灵气的大潮席准之下 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突破传统认知的事物 很多人觉醒了超自然力量 我 柳树 也是其中的人 随着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 我遭遇了很多次与滥用异能的外来觉醒者势力的战斗 因此而遇到了一个组织 那就是专门管理国内所有异能现象 保护我们不受外来势力侵犯的超能力者组织 天流地方 天哪 敌人 在顶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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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善入国境者 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多大关系 我就是一个 卖卖臭豆腐的普通高中生 而我的能力嘛 多谢回顾啊 老板啊 我听说你这里的臭豆腐特别好啊 特别臭 而且特别上头 和初恋一样 这么特别 客人您要几份 既然是初恋的话就来两 三十份呢 先来三份快点快点 但是不好意思啊 就剩一份了 一份也可以啊 但这是样板不卖 小兄弟 出你了卖给我吧 为了他我多少钱都愿意出啊 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他 看见那个数字了吗 别人产生负面情绪越是不可行 我能得到的数字就越多 嘿嘿 今晚家长会 仅限道员班学生家长参加 请各位家长出示自己孩子的道员班学生证 只有道员班家长才能入校 我跟你说啊 这遗迹里真是太危险了 我家孩子差点没回来啊 我家刘吕还算幸运 不光没受伤 还有一些收获上交给学校 立功什么的 我们倒是不要求他 能平安回来就好 哎呀 好孩子呀 厉害呀 听说你家是已急自治 将来一定是个高手 说到高手 听说有个叫吕树的学生 一个人在遗迹里 就杀死了十个骷髅奇兵 有这事吗 不是十个 是五十个 吕树砍那些骷髅跟切菜一样 这位家长 请问您是哪位同学的 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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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自己来了 你家长呢 老师 我是孤儿 所以自己来听了 好 那行 你坐下吧 好嘞 好嘞 请各位家长 坐在自己孩子的位置上 果然 江家已经知道 家长会要说什么了 北芒山遗迹里发生的事 各位家长 想必都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保密 就是想给大家 一个思考的时间 想必大家 已经想好了吧 我们知道 这次是你们的失误 我们能谅解 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 以后不会再让孩子 遇到这种危险了 对 就是 是啊 这位家长 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担心孩子危险的 可以退出了 我们不强留 退出的学生功法将被封印 永生不得在一起 那如果继续留下呢 留下的道员班学生 一律受天罗地网职务 受贤 领工资和津贴 和天罗地网正式成员 同等待遇 除了卖臭豆腐 又多一份收入 高中就能领工资 美滋滋啊 各位可以放心 他们在高中的文化课学习 将会照常推进 想考大学也没有问题 这 听起来很危险啊 但是工作应该挺稳定的吧 也就是说 留下来 就是天罗地网的人了 那会以后不就有更多的机会 进一季了吗 我们能不能多点时间考虑一下 毕竟 我留下 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承上 承上 各位家长 你们的孩子 都是因为有修行资质 进入了道园班 培养他们 就是希望今后 他们能和我们一起 保卫家园 我也决定 让我家孩子留下 我家孩子也留下 我 那我家孩子也留下 我家孩子也留下 我家的也留下 我家的也留下 算了 算了 还是先抽奖吧 这 就是我的能力 有点坑的抽奖系统 走一趟一计可算是明白了 踏实修行只是辅助 对人才是王道啊 刚才得到的妇女情绪 您在这儿用来消费升级 坑爹的地方在于 他得抽奖 他得抽奖 嘿我 他得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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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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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几个看看 我一口 你最近有什么想吃的没有 煎饼果子炸酱面番茄鸡蛋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刚从一季出来 想歇两天也是正常的 老爷子是故意在这儿等我 想看看我的心性吧 要不是之前的修行 这次在遗迹里我恐怕就吃亏了 你决定嫁入天罗帝王了 有什么打算 没想好 灵气复苏之前 基金会到底是在跟谁战斗啊 基金会以维护人类利益 世界和平为宗旨 真的吗 老爷子您别误会啊 我就是觉得保卫世界和平这种事 和我八竿子打不着 我呀只要能跟吕小鱼好好活下去 就够了 若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各安天命自然不错 但也有一些人得到了力量 就变得无法无天 势强凌弱 而基金会 就要维持强弱之间的平衡 算了 我们继续练剑 寻常修行者走的路 是以灵气改造身体 而我们用的却是意志 是精气神 精气神的第一个突破关爱 就是以意气开气海雪山 气海外面的云气就是意气 也是剑气 于气海雪山之中养剑胎 剑气足够冲开气海雪山 便是剑胎已成 剑胎成 则可万物未见 开气海雪山之前积淀的意气越多 未来成就便会越广阔 当年我开气海雪山时积云成雨 所以你最好慢慢地积淀 原来这就是气海果实的用处 我吃了两个气海果实才积了那么一点 积云成雨啊 我练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气海雪山啊 你 你还草着呢 修行之事做必说更重要 教你个诀窍 每处一箭喊一声开 能助你早日突破 我突破了 我突破了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 江淑仪你来了 快请进 这是你妹妹贴的吧 她人呢 我妹妹还没起床呢 吃完饭睡个回笼觉 这是惯例 同学们都嫌弃你摆摊卖抽豆腐为生 但你家里一点都不乱 简直就像喧闹都市里的小小室外桃源 我啊 就是一棵路边野地里的狗尾巴草 自己活好活开心就行喽 为什么不跟大家搞好关系呢 万一有急事 需要大家帮忙怎么办 我靠我自己就能活下去了 不用别人帮忙啊 那你竟然会选择留下 真让人意外 加入天罗帝王 意味着大家是一个集体 要互相扶持的 我不需要抉择 毕竟改变命运就指望修行了 我只能跟着天罗帝王继续走下去了 你这辈子就没求过谁吗 只求过阴影不分面积 不过 我还真有点事想求你 我就说 难得你会打电话找我 什么事 你能给我三滴血吗 手指上的就可以啊 好啊 你不问我为什么要这个吗 你会告诉我吗 嗯 那就得了 来吧 怎么去 嗯 嗯 小叔 这是你学校的女朋友啊 长得这么漂亮 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刘婶你别乱说啊 人家是男的 别说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给你说个好消息啊 啥好消息 你呀 可以去上学了 这是好消息 厉叔 你是不是对好消息这三个字有什么误会 我不去 我不去 我不想上学 小鱼啊 以前你从福利院跑出来和我住在一起 咱们两个没钱没户口 你只能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 现在我们有钱买了房解决了户口 你就必须去学校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不去上学就没有炸酱面 没有煎饼果子 没有番茄鸡蛋吃啊 说的好像我答应了就有炸酱面煎饼果子 番茄鸡蛋一样 一分钟之内 你让我吃到嘴里 我就去上学 好 好 是你点的没错吧 吃吧 别说 别说 你还说你本身都不是出声音呢 别说 为什么如此简单 吃吧 小消息 你给我送什么呢 不是 你是松鼠 又不是老鼠 它们多脏啊对不对 好 不准跟它们一起玩 知不知道 好了好了 快换衣服吧 晚上我还得带你请咱们校长吃个饭呢 让她在学校里多多关照你一下啊 嗯 哼 你送小鱼去上学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啊 我都把初二数学自学完了 以后放学啊 还得麻烦老爷子您继续辅导小鱼功课呢 你晚上去见了李一孝 给了她一个装着鱼的试管 是不是 是 里面是小鱼的鱼 我怕赶不上道元班测资质 所以 还不跟我说实话 哦 道元班可以用测试血液的方法 来判断学生的修行资质 你和小鱼资质超群 但你怕太过引人注目 容易惹麻烦 这个我理解 估计你是想用你那位姜同学的血液 蒙混过关 所以昨天特地找她过来 我给你邻居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请同学来家里 原来是为了这个 但你恐怕不知道 天罗地网是建立了DNA库的 你同学的血早就入过库 到时候人家一查你就露馅了 这 你用这个试管去换了吧 啊 放心 是已急自止 不会太过招眼 试管被李懿孝随手放在他办公室了 要换的话 现在去换吧 不然早上学校一开门 就会有人过来取走了 基金会的能量 真是不可小看 吕小鱼 吕小鱼 起床了起床了 饭做好了吗 这才几点吃什么饭啊 怎么就知道吃啊 嗯 吕小鱼 在凌晨四点你就把我喊起来 别磨叽啊 快把你狙的那个那个能量体放出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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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魂猪是尸狗在遗迹里斩杀的魂魄凝结而成的 为什么吃了会傻笑呢 难道因为尸狗掌管的是人的喜悦 笑的怎么这么傻呀 你说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 嗯 实力提升了不就好了嘛 你看你怎么能有这么华而不实的思想啊 所以你现在是要倒打一盘咯 嗯 你控制了他去李一孝的办公室里 把你原来的那个替换掉 哎 起这么早 等会我们去喝牛肉汤吧 哎呀 专心控制鬼魂 别摸错地方了 你牛肉汤的事等会再说啊 这是半自动的 时不时看一眼就行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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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哭吗 为什么呀 因为没人带他去喝牛肉汤 至于吗 喝喝喝啊 等会天亮就带你喝啊 快破大了 等等 先让我看一下附近 果然没错 围墙边上都是监控 得找个死角进去 A12 A13 你们那边状况怎么样 小学楼左廊没有异状 A21呢 小学楼正门没有异状 不过他们好像也不是特别严谨 总有些空隙 试着穿过去吧 小孩走过我呆 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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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号一时六定期汇报 小学楼顶上没有一种 怎么样 没被发现 厉害吧 我进来了 建筑里面的情况我看不见 老爷子说试管就随手丢在办公室 你找找吧 应该是在很显眼的位置 这也太容易了 等等 快换一边离开 站住 是谁 你是 你是觉醒者 你怎么不穿衣服 你双手抱头 你也要前面站好 你笑什么 不许笑 我就说不吃你那个什么鬼蛋药的 你别要给他吃 现在解决都吃傻了 就不知道傻笑 你别纠结这个了行不行 你先让他逃出来 别管保安了 让他直接从近距离来咱们这儿 不对 快打晕那个保安 把血液师傅替我回去再出来 啊 好 大 有怪人在这里 校长办公室内 无发现怪人踪影 楼下那边如何 没有遗状 奇怪 人还在这儿吗 鬼人在这儿 射击 吕小鱼 吕小鱼 能量体重枪对你有影响吗 疼不疼啊 我不疼啊 他也不疼 我在以前的小麻雀针上试过 只要不死 重新收回黑洞里 就能用星辰之力修好 哦 为什么要闯入这里 对方未必会这样想 毕竟这里 是道员班的所在地 外人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也有可能 李天罗 你办公室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 值得别人闯进来偷窃吗 嗯 查查这个试管壁上的指纹 看看有没有我的 这不就是一个学生的血液样本吗 谁会闲着没事来换一个样本 哎呀 查查总归没有错 我 我 想去换试管 结果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响起了枪声 我就没敢再往那边靠近 您有办法帮忙替换一下吗 嗯 既然你都开口了 那我就帮你一次 下不为例 啊 谢谢老爷子 早上的枪声跟吕树有关系吗 是一个古怪的觉醒者 浑身黑色喜欢傻笑 在逃跑的过程中还挨了一枪 那看来还真不是他 这小子身上什么伤都没有 我还以为那小子还藏着什么底牌呢 那要真是他的底牌呢 你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谁还没点底牌了 不习气 要没有底牌 我反倒会失望一下 为什么昨天不让我直接帮他们把试管换了呢 你怎么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让我们帮呢 自己的路就要自己去走 自己犯下的错误就要自己去弥补 双手抱头 面向墙壁站好 你 你笑什么 不许笑 是啊 他笑什么呢 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们 他竟敢嘲笑我们 太嚣张了 竟敢嘲笑我李一笑 我一定要抓住他 让他笑个够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个傻子 只有你的指纹 其他物品没有丢失 试管上只有你的指纹 其他物品也确认了 没有丢失 这这 这是个傻子呀 小鱼 明天你终于可以上学了 上学上学 要不是老爷子有办法 我们都完了 还不是因为你太弱了 要是你能多聚点能量体就好了 搞一群麻雀去探情况 就算损失了也没关系啊 过来 哼 你是不是能和外面的老鼠交流 让他们听你的指挥 说实话就给你吃 嗯 嗯 能训练他们打探情报吗 嗯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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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 不是 他什么意思 他说他们太笨了 派不上大用场 这你都能明白啊 看来先得解决 我和你的沟通障碍 我和你的沟通障碍 哇 好可爱呀 看可能不能开启他们的灵芝 他在这儿说什么呢 他说怎么能这么浪费 为啥不给他吃 放心 我这儿还有呢 不过我要强调一点 开了灵芝的老鼠 你必须掌控他们 千万没给我当出鼠栽来 放心 以前在遗迹里管了几千号 开了灵芝的松鼠呢 哦 说得也是哦 还真是有道理 不是 你这是解锁了 跟动物交流的技能了吗 嗯 你能不能教他用手语啊 骚鼠爪子哪有人手那么灵活 这倒是 可惜我没法心灵感应啊 只能教你看书识字了啊 这个东西啊会念词念句子 你点这里 下面有对照的文字 你要每天认四十个字 这四十个字 你要在本子上各写十遍 我每天放学回来检查 来来来 你要珍惜自己学习的机会 吕叔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先睡吧 我一会儿收拾完就睡 您说 你眼光太土了 我都多大了 怎么还买这么幼稚的书吧 你不才十岁吗 我都初二了 你这不跳级上的初二吗 谁让我入学测试满分过的呢 说明我聪明 说明老爷子辅导你功课辅导的好吧 千万别暴露你的实力 知道吗 还有 千万不要大同学 也不是说让你一直低调 等以后你可以找个机会 说你力量戏觉醒啊 大家静一静 今天咱们初二酒班 新来一位同学 希望你们能互相帮助 好可爱 那里终于来了一个美女 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吕小雨 好可爱 然后呢 那个小松鼠明天不能带过来了啊 学生来学校的任务是学习 不能带宠物 行了 去你的座位上坐下吧 好可爱 我让你来学校的学校 好可爱 再来学校的学校 好可爱 好可爱 谢谢 高原班的 恭喜你选择留下 为了奖励你 江属一和曹清慈 在一季中的贡献 会直接授予你们中卫先 那我工资 岂不是会比别人高一点呢 欢迎加入 以后就只同事了 多多关照 头一次有人对我这么热情 同学们集合 列队站好 欢迎各位加入天罗帝王 从今日起 看样子背了好久 结果还是没记住啊 从今日起 以往所说的 将不再是一句空谱承诺 而是各位即将面对的现实 07复苏以来 天罗帝王成立一年半的时间里 已经牺牲了32名修行者 最大的34岁 最小的18岁 修行之路 从来不是坦途 这条路上 充满荆棘 鲜血 死亡刀剑 可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 哪怕战友牺牲了 我们也要踩着他的尸体 继续前行 举起你们的右手 跟我宣誓 我宣誓 我宣誓 加入天罗帝王 加入天罗帝王 不怕死 不为难 不自信 我自信 守卫国门 兴有战争 不不牺牲 又我独卓 与天父老 又我壮志 与国父无相 天罗帝王工作正级制服 制式配件等物品 将在半个月后 发到各位的手中 今天可以回去了 请记住你们 今天说过的话 解散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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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是一段宣誓而已 怎么会 搞得我心情平复不下来啊 小鱼 你干了什么 高二三班的吕叔 道员班的吕叔 赶紧把你妹妹领回去 上学第一天就打同学 担心什么来什么 要不是老师拦着啊 看我不弄死你 我不管 你快把你家长给我叫过来 怎么会有这么没教育的野孩子 还不来啊 要这样的话 还多把还多 和你说话呢 喂 你眼神很不服气啊 觉醒者杀人 一样的要偿命 大家冷静点 有话好好说吗 你谁啊你 你一个学生跑来干嘛 你别人带着去 您几位是被打孩子的家长吧 我是吕小鱼的家长 有什么事情都冲我来 我 你这小子 还想冒充家长是不是 那个 教室监控都拍下来了 实在不像话 成年了没有 能负责吗 家长你不管 陪我去买点零食吃吧 太麻烦了 我请你 那咱们快点 不好意思啊 你就是毁柔了 怎么处理啊 医药费我来处 我还能处理啊 你必须去我 你必须去你的 你换 great 你看 你没有没有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走 黎叔 你是不是又要把我点回福利院了 你别点我 我知道错了 上来吧 上来吧 坐吧 坐下来说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我不该让小熊去打人 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 这世界本就对弱者怀有恶意 你得足够强大 别人才不会欺负你 但是出手要有轻重 你自己心里得有感秤啊 现在你我的武力 一拳就能打死普通人 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仗着自己力量大 就去欺负别人 如果 我们自己不能守住本心 那就只会往黑暗的道路上去走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小玉 嗯 你是说 我出手可以 但是今天打得太重了 嗯 是这个道理 哎 人家只是冷嘲热讽你几句 你就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 有点过分了啊 嗯 出手之前要考虑清楚后果 也要想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 我以后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嗯 有错能改 就是好孩子 其实 咱们现在面对这么大的变化 不要说你 就是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雷叔 你今天怎么了 小玉啊 你说咱们有必要为别人战斗吗 有啊 如果老爷子他们遇到了危险 我们就应该为他们战斗 嗯 啊 要是卖早饭的李叔啊王神啊遇到危险 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去战斗 啊 我不是说这些人 是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嗯 是那些 甚至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人 然后 然后有人喊一声 我们就得冲上去为他们而战了 感觉好莫名其妙啊 我从来不觉得宣誓有什么用 不过是举起拳头说两句漂亮话 不然这世上 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背叛呢 嗯 我本以为自己绝不会为了别人献出生命 可当我发下了保卫国家的誓言后 忽然觉得 内心有一团火焰烧了一下 我一直觉得天罗地网挺傻的 老爷子也挺傻的 为了维护别人的安全而战 别人知道你是谁吗 可是今天我突然觉得 有点也想和他们并肩作战一次 不然 可能我的人生都会有遗憾 我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跟我的初衷出入太大了 老家卫国 不也是保护了李树王婶和老爷子他们吗 李小鱼 你是个智者 那当然 所以吕叔 你是想当英雄吗 神经病吧 我们两个C级都没达到的小菜鸟 在这冒充什么硬盘英雄 我们能做好自己的事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够了 你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不过吕叔 你今天站在我面前的样子 还挺帅的 嘿嘿嘿 那当然 谁欺负你 必须要先过我这一关 犯错了咱们就认 可是想羞辱我们 那是绝对不行的 嘿嘿嘿 只有我吕叔能凶你 别人不行 嘿嘿 吕叔 你以后还会这么为我挺身而出吗 会啊 当然会啊 要是有人骂我 我可以轻轻教训他一下吗 不会像今天这么重 可以 那要是有人打我呢 那就揍他 那要是有人想杀我呢 那要是全世界都想杀我们 怎么办 那就 杀他个天翻地覆 哎呀 仙依 天天不好好练剑就知道玩 你再不出汽海 师父不老死 也要被你气死了 你这资质 要开汽海雪山 得二十年 二十年 我不练了 乖乖乖乖乖 别哭不哭 等你开了汽海啊 师父带你下山 买糖仁池 去城里开戏 真的吗 真的吗 这样吧 我教你一个诀窍 你每练一剑 就喊一声开 能早日突破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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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都拼了两万千了 为什么没笑过呀 那可能这诀窍不适合你 我明天再教你个别的 师父你坑我 你怎么受了这么大刺激 你教于小渔念书也没这样啊 想起我当年练剑的时候 我以为师父说的都是唬人的 可如今拿来唬吕树 怎么就成真的了呢 现在灵气复苏 吕树的资质又这么好 万事皆有可能 两年 两年 两年哪 当初我花了两年才以意气开气海 可他 他才和我练了多久 两个月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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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了 喊一遍就行了 我边喊边练 真的能感受到气海在壮大 我不是说了吗 积淀的意气越多 未来成就便会越广 所以不是说越早开就越好的 就是憋着呗 老爷子说要积云成雨 可这积云成是什么样 我这算吗 哎哟 我这云气浓度越高 就越想拉肚子可怎么办啊 不对 是真要拉肚子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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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积云成雨 这一下拉屎给拉开了算怎么回事啊 好 看我用功法镇压下去 满天动 你说你有病吗 霸占了厕所在里面唱歌 我 我没没唱歌 你听错了你 我明明听见什么小星星 我那是在查旅游的攻略 你看这个 我 别说别说我们要去旅游了吗 我呀都高三了 咱俩趁现在得多出去走走看看 不然毕了业就买不了半价学生票了 太好了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你也没坐过绿皮火车呀 体验什么不是体验 这次还是坐火车 下次再带你坐飞机 下次 来给我 绿皮火车要二十二个小时呀 绿朔 你真抠门 你懂什么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我小名可以叫刀刃 绿刀刃 今天我们练第四个剑种 点字菌 点字菌与刺字菌 截然不同的效果 好 要如蜻蜓点水般不露声色 却留下涟漪 当点字绝练出水准 才能算是在举重若轻这个关爱上 登堂入室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叔 牙齿云气不容易吧 云气一小时必定闹腾一次 而且练剑石一发力就格外容易涌动 控制不好就会冲开 当年我们为了压制云气都不敢睡觉 这是一段很痛苦的日子 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我倒觉得还挺爽的 成功一次就有一次的成就感 挺好玩的 好玩 这是好玩的事吗 哦 好玩 好 武道明英 您说什么 师父 剑阁剑谱上记载 前辈强者积云成语之石伴武道明音 武道明音是什么声音啊 不知道 没听过 那师父 气海雪山开始是什么景象啊 老祖宗在剑谱上记载 气海似蜂羊似翼 雪山辽阔 一剑城则如山耸立 驻云霄 师父 你开的时候也是这个异象吗 那是老祖宗 你师父当时就是上厕所 用劲大了点 一块给拉开了 腾下脑瓜子疼得厉害 师父又坑我 怎么这又负面情绪的啊 老爷子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已经积云成语了 您以前真的也是这么练的吗 我 我剑阁一脉修炼永无止境 何止积云成语 还需积云成河 积河成海 你这 你不要轻易满足 明白了 那个 气海雪山开始 是个什么景象 气海死汪洋四溢 雪山辽阔 一剑城 则如山耸立 入云霄 对了 老爷子 暑假这段时间 您可以歇一歇了 我准备带小鱼出去 鱼个油 出去转转也好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两样都是增加 人生厚度的事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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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非要买个粉红色的箱子 这么少女心的东西 你让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拉得出去 我就是少女啊 为什么不能有少女心 不是 可你又不拉行李箱 你 那个粉红色箱子是您的吗 不好意思 我可能弄错了 没弄错啊 就是我的 是这样 您箱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动物啊 按规定呢 动物是不能带上火车的 您可以去托运一下 那个松鼠啊 它不是活的 是妆饰品 不行 你看 你看 没事儿 怎么拉都没事儿 不能 从今天开始啊 你每天认八十个字 少一个都不行 你 能爬上去吗 你直接从这里爬上去 到站台跟我们会合 行 好 要把自己托运完喽 我们走 我们是一个中铺一个下铺 你想睡哪个 中铺 睡得不舒服就跟你坏 好 怎么了她 她没见过我这么大方 你的车来了 不是的 好 好 火车原来这么大呀 笔根 赶紧的出牌啊 赶紧了 抱歉 抱歉啊 能不能麻烦让一下 这是我的铺 没事儿 坐得下 你先坐会儿 我们再打个会儿结束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上铺啊 还能是啥 那这是什么 这中铺啊 那这是什么 这当然是下铺了 不 是我的下铺 哥们儿几个意思啊 蹭蹭你下铺不行是吧 哦 道远班的学生啊 看样子撑死了就算一击 可能连小胸许都打不过 喝喝喝喝 算了算了 咱们是道远班的 你跟普通人叫什么劲儿啊 道远班学生啊 了不起了不起 道远班确实了不起 怎么啊 你也是道远班的学生 不 我是个修理工 哦 修理什么的呀 看谁不顺眼 我就修理谁 我 查票了 查票了 票给我 这是您俩的 下铺和中铺 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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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逮捡我 不小心 我死定了 是我干的 这 不是说开了七海雪山之后 还要修行很久才能到达万物为鉴吗 我这是怎么回事 可运不可求 这玻璃 屋里的招架赔偿 谁啊 什么事 起来 小鱼 去洗树啊 等会儿人多了还得排队呢 我看就两个水龙头 现在去洗树 我就给你中泡面吃 真的吗 鱼叔 我要吃泡面 鱼皮 出来捋个油 也得时时刻刻都要小心压制气 还来啊 好多了 啊 贵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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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叔 你被屁绷住了吧 啊 有泡夫呢啦 屁 炽烤面 青州的黑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据说那有卖法器和灵器的 还有灵石呢 你亲戚靠谱嘛 反正咱们去逛一下也不耽误我 一颗灵石不知道多少钱 这次家里就给了五万 不知道够不够 一万块钱一颗就差不多了吧 没事儿 我带了十二万 到时候送你一颗 谢谢啊 十万一颗 有价无市 你笑什么 一万一颗灵石啊 想象不到吧 有钱是能弥补修行的差距的 是贫穷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啊 你说谁品酒 你一个普通人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我看你们也就只能吃泡面了吧 泡面招你惹你了 你们四个现在应该是少尉吧 咱们天罗地王里啊 就不走见证观境里的流程了 你了 我 中尉 你不是立过功的才能成为中尉吗 哎呀 四个一级初期修行者 真的不算什么啊 好好反省一下 出去了 别给咱们天罗地王丢人 中尉 假极天才 那不已经是D级的人物了 跟大元班班主任一样的级别 真的假的 这 怎么可能 这就是你想买的零食吧 你带的十二万 恐怕还不够买一颗呢 所以别着急吹牛 说要送别人一颗了 先了解这行情 这人 是个宝藏啊 列车已经抵达西境车站 请到站的旅客有序下车 好 语叔 干嘛 不是要带我吃大餐吗 噓 等知道了黑市在哪 把零食卖出去 大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莫非这就是黑市的街头人员 不对 这人没有能量波动 是个普通人 哎 小拓 二大爷 哎呀 走走走 咱先上家里吃饭去 嗯 吃完饭啊 再带你们去逛逛 保证有你们想买的好东西 啊 我看有点不靠谱啊 嗯 怎么了 他亲戚身上没有能量波动啊 如果一个普通人都能知道位置的黑市 那还能叫黑市吗 那还去吗 去看看呗 反正咱俩想跑也没人追得上 嗯 跟上他们 啊 来 我 你 你 你在哪儿 不行 你 那辆车有问题 你们在这儿等我 别乱跑啊 行 您好 有事吗 您 您有手表吗 没有 那 那您有手机吗 没有 您 您知道几点了吗 不是 你 你没有手机吗 我 手机放贷了 六点三十五 谢谢 怎么样 应该是田螺地网的人 大概地级初级左右吧 小鱼 你再去试探一下 如果对方有什么动作 你就直接上来跟我回合 嗯 小姑娘 有什么事吗 叔叔 你好 没什么事 就是跟你说一下 现在 六点四十四了 小姑娘 谢谢你啊 赶紧回家去吧 嗯 叔叔 再见 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是普通人 怎么样 是天螺地网吗 应该是的 只有天螺地网 才会态度这么克制 咱们三个一起太明显 太明显了 你俩留在这里等我 如果被人找麻烦 优先保护自己 然后直接去黑市里面找我 能做到吗 怪不得天螺地网的人不进来 合着这是个假货市场啊 行行 拿一个 多点 这里面东西竟然这么多 我们这是来对了 认不出来啊 也不知道哪件是真的 这儿肯定很多假货 万一捡漏了呢 认不出真假还敢来 迟早叫人坑傻了 小伙子 来来来 瞧瞧 我这儿都是好东西 你看看左边架子上这个浮尘 最近最火的那个道士视频 你看到没有 我就是从他手里换的 还有这个青东气 那可是商周时代的 商周 商周 上周的吧 你这小伙子咋说话的 等等等等 您是修行者吗 是又怎么样 那我这里可能有您需要的东西 咱们这儿虽然开的时间不长 但来的人多 真东西我们不会随便往外拿的 您要真实修行者 我再给您看 里面插一堆灯泡的那种就别拿了 说点靠谱的 内行 法器啊 我这儿还真没有 但是 有灵石 拿出来看看 那还是先麻烦您 展示一下您的能力 哈哈哈 跟我来吧 居然有觉醒者 看这样子有一击以上了 难怪他敢卖零食啊 还真是个老奸商 这么一包装 看着比我手上的值钱多了 您别看其他店铺吆喝的湿大 但是他们手里根本就没有真东西 您这零食多少钱卖啊 你谈钱多俗啊 小伙子 你想想 这一枚零食能节省多少修行时间啊 这时间可就是生命啊 那你说 用多少钱才能换来生命 那 您这零食多少钱卖了 什么话 什么多少钱 我卖的是零食吗 那是前途 说人话 十八万你拿走 还真能漫天要件啊 这个价格不对 这前途不值十八万啊 不 不不不不不不 我是说你这个价格卖低了 我仔细一想啊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钱啊 不过就是值能比前途和时间还重要吗 嗯 故能 所以老板你卖十八万 那绝对是卖低了 这 这那 那那 二十万 嗯 二十万这个价格 绝对公平合理 嘿嘿 那 嘿嘿嘿嘿 识不想买 我这里也有一颗价值二十万的前途 想要卖给老板你啊 啊 这 啊 啊 啊 这 这 其实这 这前途和时间 也不值那么多钱 哦 那还按十八万来 我吃了 十一万吧 挺好了 一定改不负责啊 不过小伙子啊 这么宝贵的东西卖给了我 你确定不后悔吗 没事 我这还多着呢 用不完 嗯 刚才那个人捏的 你能做到吗 嗯 儿子 你不是说这西境式的导员班 比你强的不多吗 那刚才的那个人 难道是那个甲级的天才 不 恐怕是外地的妖孽 来处理灵石了 你只有那些妖孽 才会不屑于用灵石提升实力 因为他们资深的修行速度 已经够快了 嗯 嗯 十一万 嗯 哼哼 我卖鸡蛋卖臭豆腐 一年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 下次带着小鱼出国玩都够喽 哼哼哼哼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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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哼キ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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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还包得这么严实 难道是低级别的觉醒者 老板 有真东西吗 没有 理点 实力不低啊 不是天罗地网的人 看年纪也不可能是道员班的学生 你是漏网之鱼吧 放心 我没有抓你的意思 只是想知道你有什么东西 我是有点东西 只换零食 零食我有 看你的东西值不值了 最少五颗零食 你有吗 此人怕是不懂行啊 如今法器可比零食稀缺多了 五颗可不算多啊 看见没 给我看看你的东西 好吧 跟我来 这是法器啊 别急啊 这块布竟然能隔离能量波动 这玩意的用处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过修计啊 我这葫芦是祖传的灵气 就跟紫金红葫芦一样 只要拿着葫芦喊出一个人名 就能把人吸进去 不 就会把我的灵力抽空 你别不信啊 我让你见识见识 月云鹏 走 怎么样 竟然还真是个宝贝 难道月云鹏如果站在五米之内 真的会被葫芦吸纳进去 让我试试 雨天 我这星途也太霸道了 我得主动灌入灵力 才能用这个法器 怎么回事 难道你不是修行者 怎么可能啊 你说 是不是喊豆干公子才好使啊 雨天也当过豆干呢 不对 只要试个名字 喊谁都有用 那 郭德纲 你这玩意不好使啊 不是 不可能 我刚才用的时候你也看见了 他肯定能用 是你有问题 算了 算了 给你便宜点 四颗零石 不能再少了 再少我就突破不了了 这玩意儿 估计可以配合我的真名实破来用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反正下个月也有三颗零石到账 用个法器也不亏 行吧 东西收出 该不退换啊 天罗地网管得这么严 这些伞修也不知道能偷摸修行到什么时候 忘了问那块布卖不卖了 所以这葫芦到底是什么效果啊 是你 你 难道在跟踪我们 好好逛 这里好东西挺多的 行 来 来 驴叔 你怎么把我的短袖揉得这么严 回头我帮你运一下吧 我这趟收获不小 明儿个就能带你吃烤羊肉 还有羊肉汤 听说西境似的圈头羊肉汤很不错啊 明明天就带我吃了 嗯 那咱们赶紧回去睡一觉 明早就去 不急 还有点事没处理完 你开什么呢 其实我还到手了一件宝贝 正好拿他们试验谁啊 还是说不让我给你欺负人 试验一下效果而已 怎么能叫欺负呢 不过你俩做好准备啊 我可不知道这宝贝什么效果 待会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原谅拓 是发现我了 还是说 因为葫芦 不是吧 难道这葫芦的作用就是 喊谁谁就会扭头看我 原谅拓 你 你有没有搞错呀 说好的把人装葫芦里呢 怪不得那个锂店闪人闪得那么快 发现太不客了 太好了 拓 不对 有了这个葫芦 下次想要揪出间谍不就很轻松了 走吧 回去歇歇 明天吃羊肉湯去 走走走 老板 三碗二十的 三个饼 三碗 对 三碗 多放点肉啊 再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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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我给你放头羊得了呗 那估计吃不完 大包成嘛 哇好好吃啊 小鱼 夹餐喽 你昨天晚上 是不是又没学习认字呀 上次小胸许吃了洗水果时 食力一直增长到一级中企 再吃一颗的话 不知道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咱们吃完去哪儿 哦 去车站 我给咱俩抱了个团 去日月山玩玩 奖励你的 吃不吃了 哦 变色了 偷听到毛毛 李叔 李小鱼在不在 哦 我们先上车吧 这个人 怎么了 哦 没事儿 碰那个熟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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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春天旅行社的导游 王根基 地道的青州人 大家可以叫我王导 或者是小王 这三天呢 行程中有什么要求 可以跟我提 不要客气 各位团友们请看啊 旁边就是咱们的 行程目的地日月山 但是啊 因为咱们今天要去赶 青州湖的日落 日月山就来不及去了 明天 明天我会带大家 来这里参观的 这日月山的名字 跟文成公主有关 传说当年唐王 送了面宝镜 给西去和藩的文成公主 并嘱咐她到汉藏分界地 再看镜子里 可以看见家乡和父母亲人 能借子解私乡之物 谁知公主经历艰辛 到了赤灵取出宝镜一看 只有自己憔悴的容颜 悲愤伤心之下 就把宝镜扔了出去 结果这宝镜摔碎成两半 正好落在两个小山坡上 东边的半块朝西 映住落日的余晖 西边的半块朝东 照着出生的月光 日月山由此得名 小鱼 你每天什么时候最有幸福感 幸福感 跟你买完菜之后 看着你做完饭 然后一起吃饭 说实话 看着你做完饭 然后一起吃饭 说实话 吃吃饭 是跟你一起吃饭 好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我们呀 天生就该相依为命 怎么 良辰 这家伙 不但没被天罗地网抓到 能量波动反而比上次还要强 起码地计终结了 他到这儿来干嘛 小鱼 绿叔 你先回帐篷休息会儿 我到附近转悠转悠 瞧你这胆子 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吗 还让我拿游客身份掩护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次可是和境外修行者打交道 必须万无一失 要是被天罗地网历上干就糟了 当初我从他们手里头逃出来 吃了多少苦 你不知道了 境外修行者 难道是间谍 也是 不过我看天罗地网 也不能重视庆祝啊 那也不能小瞧他们 查看掩湖马上要开一季了 这帮人过来是迟早的事 咱们动作一定要快 赶紧把日月山的东西找到 交给老外 不但能换到修行资源 说不定 还能让老外把咱们也带进去 等进来一季 咱俩再弄点法器什么的出来 却黑是一脉 你还说没有零食用吗 可那帮老外能凶啊 一季可没那么好劲啊 哎呀他们就是干这行的 有的是办法 关键是你这罗盘靠不靠谱 能不能找到他们要的东西 放心 这罗盘可是我家祖传的 东西肯定就在日月山 我说这个理点一路神经兮兮的 原来是想把法器走私到国外 行吧 等咱们拿到宝镜 说不定可以办点大事 宝镜 那我们怎么去啊 我先去开摩托车 咱们两个七个小时就能到日月山 起了宝镜就回 真不知广觉 你收拾一下啊 一会儿在109国道上和我会合 没问题 开玩笑 想当着我的面把法器挖走 还要卖到国外 我吕树像是那么大方的人吗 可是 他们有两个人 我就一个 这要是骑上摩托就跑 我也不好追啊 哎 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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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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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呀 这是啥呀这是 摩托车怎么 飞起来了 什么呀 摩托车亲人了 你 你给我站住 哭不声保密了 喂 李点 你现在直接跑去日月山 跟我会合 全力跑也要不了多久 为啥跑啊 你摩托车呢 被人扛走了 谁让老子追到你 怎么这么能跑啊 谁 谁把你车扛跑了 我不知道 偷车就偷车 扛走算怎么回事啊 我哪知道 你现在是地级终结了吧 你怎么都追不上他 我活了二十五年 我没见过这种事 难不成是个C级扛走了我的车 C级 都C级了谁干这种事啊 不对 你 你最近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 或者惹什么人了 没有没有 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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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切了怪了 哪儿帮出来的脚屎棍子啊 难道是走漏了风声 陆网之余里 也没听说哪个高级力量型来青州了呀 要是天罗地网 他们不会这么见哪 摩托车丢了就丢了 关键是日月山里的东西不能丢 那 咱们还得跑着去日月山 好几十公里呢 有群众举报 有人扛着摩托车在109活道上跑 这 这 王队 这家伙速度实在太快了 根本看不清脸 截屏分析也不行 难道是上面的大修行者 哪个大修行者这么闲啊 通知所有单位沿途设甲 务必把他拦下 是 王队 王队 没发现您说的那个人 没进城 要没进城 那就很可能还在国道上 继续沿着国道查 各位辛苦了 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络 好 是 再见吧 李典说他的罗盘能感应到 那应该会有能量波动啊 不就是块正常的山坡吗 也没什么特别啊 下面是空心哪儿 下面是空心哪儿 我觉得你会有可能 要是空心哪儿 不就是空心哪儿 还是空心哪儿 都不就是空心哪儿 只要是空心哪儿 那些人 都不就是空心哪儿 就这 这么简单 这机关设计得也太不上心了吧 让我来看看 这镜子到底能不能看到千里之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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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宝镜 明明是墙里闪光弹 唐太宗 你就这么坑亲闺女的嘛 我说这帮练气师能不能醒啊 不是扭头葫芦就是闪光镜子 能不能给我遇上点有用的呀 这俩货到了 这是 我的摩托车 看来那家伙也是来日月山找东西的 肯定是你走漏了风声 他俩你骑的摩托车在哪里都知道 你有脸说是我走漏了风声 我根本就没跟任何人提过这里 不是你是谁 那我也没跟人提过呀 别废话 赶紧用罗盘找位置 说不定我们还能抢先一步 找到东西再跟你算账 那边 这地方还真被他找着了 怎么可能啊 你先进 凭啥我先进呢 你找到的地方 你先进 少买这套 要不你放火烧进去 别 别烧别烧 我自己出来 先别急着上来 我问你 下面有什么 就一块破镜子 只要你们答应我别放火 我就这么给你们 赶紧扔上来 怎么是有半块 另外半块呢 看来你也不清楚这里面有什么呀 就半块啊 文成公主把宝经一衰为二 没听说过呀 这是日山 另外半块肯定在月山 怎么办 要不你们去找吧 肯定有 你先待在里面 我们确定这是真货在放你出来 不然立马烧死你 真的就这东西啊 不信你们验一验 量朝 要不咱们先试试吧 试试 让老他眼睛 把被烧死了 中枪 哎呀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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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pport 啊 啊 啊 手 啊 啊 啊 er 啊 车上全是修行车 来的是天龙帝王 慌什么 这又不是抓我们的 对啊 咱们就跟这正常走 老夏 咋了 啥事呢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 扛着摩托车的人经过呀 没有啊 咋会有人扛着摩托车呢 摩托车多沉呢 谢谢啦 继续向前搜索 是 王队 不对啊 你俩这打扮也不像当地人哪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你俩在这晃什么呢 那个 这 这慌 还不快跑 我 等等我 有问题 救我 你别管自己跑啊 救我呀 混蛋 他叫凉车 是你们天罗地网再逃钱一贩 低级空火能力 力点你个兔上 王队 我已查实就是这个粮车 前不久为了自己逃命 还烧了一个商场 烧死了三个保安 咱这是要烧了整片草原 马上护掉增远 所有同志全力追击 务必尽快拿下它 是 王队 你们小心了 怕下烧死所有人 救我啊 救救我 你们天罗地网 不得见死不救啊 为我护法 不要 不好 难道 他就是传言西境 和笔尖笔级的大高手 别收到 千万别收到 我回来 我投降 我 我自首 我在这儿呢 那你继续跑试试 看我敢不敢跟你同归于尽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死了 走 玩什么命啊 至于吗 站住 把他们俩搁着 我问个话 我说 你们为什么要扛着 摩托车跑啊 这都不是我们 如果我说是 我们的摩托车被偷了 正在追着偷车贼 结果偷车贼又卡着摩托车 返回青州湖边上了 您信吗 看我像个傻子吗 不像 继续搜索附近 看有无意啥 应该还有第三个修行者罗网了 是 王队 日山半山要发现一处洞穴 里面空无一物 里面的东西呢 如果我说是那个 卡摩托车的墙走了 您怎么看 锅甩得挺干净啊 里面是什么 是文成公主的宝镜 文物 这镜子有什么用吗 灌注灵气后 可放射极强的光芒 可以当探照灯石 你觉得文成公主脑子有坑是吗 那这个扛摩托车的人 长什么样 我们当时都被镜子照瞎了 没看见长什么样啊 再见吧 马无叶草不肥 古人成不起我 这又是谁啊 李叔你去哪儿啊 我去收拾了两个坏人 顺便抢点东西 李叔 下次大家要待上了 抢的什么东西 可能是王导在路上说的 文成公主的宝镜 是抢回来送给我的吗 不是 这俩被天罗地宝抓住了 怎么就不能走了呀 难道他们说的 这里要开遗迹的事是真的 那 看来有境外修行者的事 应该也是真的 不知道天罗地宝知不知道 我是不是应该汇报一下啊 但是我可怎么说呢 李叔 你怎么在这儿 江蜀医 我带小鱼出来旅游 刚好路过这儿 这 这前面是什么情况 堵车了 而且你怎么来了 这里有一计要开启了 你既然刚好在这里 他们正手找不到你呢 咱们赶紧进去吧 我能进吗 天罗地网特别通知 道员班立过功的学生 这次都可以进一计 你要是在落场 应该也会被送过来了 反正都能进一计 不如进去之后 剪机行事 那也不能就让我们在这儿等的呀 不是 王导 你说到底咋办吧 怎么就不能走了呀 干嘛有这样的呀 就是啊 这 各位各位 没办法呀 我们只能回去了 你说回去就回去啊 退钱 赶紧退钱 这 这 这也不是我们旅行社的问题呀 你还有理了 小鱼啊 小鱼 快收拾东西 咱们可以走了 好 吕叔 你们要走哪儿去啊 不是 你是打算走回去 哦 我要进查卡盐湖了 里面有一计要开了 好 抱歉 这位小朋友没有证件 不能通过 抱歉 我无权处理 您稍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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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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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天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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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出军 从各地远道而来 新的一记即将开启 上级委任我 全权负责此次行动 聂庭 此刻正在南方解决边境冲突 无暇顾及青州 而来到青州的陈百里 上级也早有安排 定叫他有来无回 等上面派出的招手 干掉陈百里 我们就负责 碾碎一记内的一切抵抗 夺取阵言 老爷子 您给长长眼 看看这柄剑怎么样 这是天罗帝王配发的制式常见吧 而这很普通啊 这样啊 不必失望 我们这一脉与天罗帝王不同 我们练的是异剑 最终要以万物为剑 那可卖不了多少钱啊 不过这剑 可以加入别的材质 继续炼化成长 这种修行方式 倒是因材施教 施学金 不愧是天才 您说他们这些天罗都这么有才吗 嗯 第一天罗聂庭 天罗帝王组织化世人 东方第一高手 武学天才 人称新庭后 有他坐镇变官 境外萧小莫敢来犯 但辅佐他的第二天罗石学进 才是天罗帝王的核心人 在只中资质的修行界里 没有资质的他 却立志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此为大财 未来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真的很难说呀 没有资质的人不是不能修行吗 还能有未来成就啊 鲁迅先生说过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那 这真是鲁迅先生说的 行 可他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呢 他想贯通世道如三教 通过这三教去探索世界的本质 他说过 当你了解世界本质之后 没道理不会去运用 我现在都还记得 他说这句话是那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好像世界上的道理 本就该如此 与天罗里音效 对了 天罗里还有一位镇守南部的陈百里 修行数十载 实力惊人 不过嘛 一切不太好 修行修了几十年 怎么还会脾气不好呢 就是因为脾气不好才要修行啊 等修好了 说不定就还俗了 你这 还有这种操作啊 这 就是那位陈百里吧 麻烦让一让 外国修行者 会不会就混在这些人里面 就像北庞山那次一样 你说啊 小鱼啊 我们赶紧去帐篷了 好香的土豆牛腩 师父 我可以听见神社吗 小鱼 我领你们去帐篷 好 走呢 绿社 喂 来仙人了 你们好 你们好 我叫陈祖安 一级圆满实力 少尉 二位是 姜树一 地级初解 中尉 姓别难 我叫陈祖 一级圆满 中尉 幸会幸会 祖安是吧 你家是哪儿的啊 今天多大了 手上那个大 有没有紫子 二位这么年轻 就是中尉了 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有为 你们是在一级里 立过功吗 我叫高神尹 地级初解 中尉 在边境参加过战斗 你也有战功 所以 你刚才不理我 是因为嫌弃我 对对对 再一级立过功 你好你好 你为什么还是一级 没有奖励你攻防吗 我是一级力量型觉醒者 修为方面的话 太逼也就不说了 觉醒者 真是少见 兄弟 你咋还把家里孩子带来了呢 鲁迅先生说过 上战场的时候 要轻装上阵 没有包袱呀 鲁迅先生可没这么说过吧 鲁迅先生 一辈子说的话多了去了 谁知道有没有说过呀 不然你把他喊来问问 把他喊来 估计够强 不过我估计 能送你去见他 你干吗 还不说 反正 想吃啥 给你特殊待遇 来一把 还是偷偷烧牛奶 好嘞 给你一大勺 只要牛奶 好 慢点吃啊 咱现在日子过好了 炖炖有肉 少不了你的 驴叔 我能进一季吗 我的实力 可比那陈祖安强多了 估计他连小胸胸都打不过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 说不定人家身上 就有点压箱底的绝活呢 你是说饭量吗 哦 不过啊 他还真的打不过你 毕竟你现在算上能量体的话 也算是有D级的实力了 D级高手 实力过关 我倒是挺想带你去一级里玩玩 但问题是怎么进去啊 高神尹 家住在边境线上 某年某月某日 偶遇境外毒贩 在对方持枪的情况下 击毙的四人 还活着了一个其中的觉醒者 江鼠一 在遗迹里斩杀骷髅骑兵数目 超过六个 这他们倒是热露 吕树 开创力量型觉醒者远程攻击方式 现正被天罗帝王内部试点推广 天罗帝王内部试点推广 一个人单狗击杀一整只骷髅骑兵 以此战战骷髅骑兵数目十几个 在遗迹内倒卖法器 让不少人得到了兑换军功的机会 原来这位才是真正的大佬啊 难怪江家那小子一个劲儿倒好 谢谢 外地的道员班学生终于到了 李叔 看什么 带手表的不太多 李叔兄 我这块表值八万 一般出来 我都不带太好的 还有更好的 放在家里 朱智 八万的表 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逗个屁 也不知道 这批学生资质如何 可别像之前 北芒山一季那样 令人失望 可别进了一季 下着尿裤子才好 对了 你们豫州 是不是有一个叫 曹青慈的天才 听说了 在一季里大杀四方 曹青慈当然厉害 他可是修行家 觉醒双修的妖精 好强的气场啊 就是曹青慈 你好 你好啊 你行你上啊 曹青慈 阿布达里你俩 这也能来我啊 佐安 你知道的事情挺多 听说过这次带队天罗的事情吗 呃 呃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这位天罗脾气不太好 对了 记得千万别在他面前说外语 不要在他面前说外语 这有什么说法吗 这就无从得知了 反正不要说 后果很严重 尤其是中英两颤的那种 你一直盯着这两人的手腕和脖子 难道还想像之前遗迹里那样 转一别 嗯 当然了 哦 生活就是生活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得养家糊口呢 那要是 有一天 需要在保家卫国和金钱之间做选择 你会怎么选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和小鱼一起自力更生 生活到现在 不靠不仁不义的手段 你说这话 我信 对了 我得到一些资料 这些每个遗迹里的生物实力都不同 有人猜测过 也许遗迹里的生物等级 是根据灵气潮汐复苏的进程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这次一季 恐怕难度要比上次高一些 嗯 黎叔 我们刚刚逛了一圈 有个地方特别漂亮 快跟我去打卡 打 打什么 哎呀 你帮我在盐湖上面拍点好看的照片 那还不简单 我是说要好看的那种 我给你拍照哪次不好看了 呸 呸 呸 过来 谁让你走了 天罗找我何事啊 我听李一孝提起过你 你很不错 这次一祭礼再接再厉 好的 好的 一孝大方这个词 是你交给李孝的 哦 哦 这就是修清净无为的人吗 不要再交别的东西了 您还有别的事吗 你在北芒一季里的所作所为 很对我脾气 可愿入我道门 我现在无意 不爱 愿意就是愿意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干脆了当 很好 娃娃 你可愿随老道修行 不愿意 我拒绝你没半点负面情绪值 小鱼拒绝就负面情绪值 所以你其实就是想收驴小鱼吧你 现在的年轻人拒绝别人都这么直接吗 罢了 一季快开了 抓紧时间修行 别闲逛了 小王啊 你觉醒的是什么能力 或许能瞒得住别人 但瞒不住老道火 寻常人呼吸步伐都是无章法的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的根基 语书 你能瞒着天罗地网多久 是 您说的对 能力 当机 力量系 已经是地级了 你 娃娃 拜我为师 全国都没人敢惹你 你是否愿意 不愿意 入门 就送一件法器 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 有人说你脾气不好 谁 谁说的 你让他站出来 都一级了 咋还会谈冷颤呢 一级即将开启 所有人集合 有人 拯队 发放自然 这就是遗迹吗 一会儿进去之后 每个人都会出现在随机的地方 说不准危险不危险 可别掉以轻心啊 高少兄 若是遗迹之内相见 好说 好说 左安 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呀 不许笑啊 我的能力 就是吃饱了不饿 吃饱了就不饿 这是一个道理 这不是什么能力啊 其实 其实我只要吃得够多 能十五天不进食呢 这个能力真不错 你还能再敷衍一点 对了 咱们都进取遗迹了 小鱼怎么办 人家小娃娃比你等级高 你这个小胖子 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你 你混 二爷也教训的是 判给我丢人 脑袋给你踢下来 这货跟陈百里是亲戚 小胖子 你是不是当着他的面 说过英语啊 没有啊 小鱼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绝对没有 喝 喝 一会儿如果失散 就往灵气最浓郁的遗迹中心走 总能遇上了 终于能和你并肩作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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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